哈喽大家好 我是警察谈无畏什么层出不穷的 撞稿人吃鱼 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 是蛮怕警察的 就是能避开就避开的态度 这可能是MCO那段期间养成 但MCO过后有的时候 半夜在路上开车 也会被警察叫停温东温西 然后不少我感觉那个态度不是很友善 然后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感觉就是很想避开他们 因为听过很多不好的故事 然后每次跟他们讲话 我的感觉很权力不对等 我会有一种他们想要对付我 就可以对付我的感觉 我是在写这篇稿的时候呢 才发现有DIPS这个部门 一开始还有一点投诉友们的感觉 但是读下去就觉得 好像力道不是很强 我还是没有办法很相信这个系统 所以就是我觉得进度很重要 但是影片里面我们谈到的监督 主要还是从监督贪污的角度出发 那其实贪污只是烂权的其中一种表现 就是烂用权力来获取金钱嘛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需要被监督的就是使用暴力的部分 其实每年都有人在扣流所里面死亡 然后除了扣流所本身条件就很差以外 有些就是死者都会被验出有被殴打或者捏带过的痕迹 就是讲到这个暴力使用的部分呢 就是写这篇稿的时候我还找到了一个有关警察职业操守的研究 然后这个研究就是研究员会给在籍警察去派那个问卷 然后这问卷里面有11个不同的线条件 就在请他们对这些情况评分犯错的严重程度 然后这些线条件好像包括抓到飞车租 然后收购便利就不开罚单之类的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1分是没有那么严重 7分是很严重很弱很弱 好但是这系列的问题里面呢 这些警察选择最错的 就是抓到贼之后去撕吞贼壮 那就是被看作是最严重的违规行为 但是最不严重的违规行为在他们看来是什么呢 是抓到贼之后 因为那个贼之前逃跑跟反抗嘛 所以抓到他之后对他的肚子吹中极拳这样子 可能很多人里面都会稍微相信 以牙还牙以暴自暴这一套啦 然后就觉得你都是贼了 你还给我逃跑 然后我抓到你我打你几下 也不算太过分吧 而且这个比起贪污又跟我们的生活离的比较远 但其实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当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把人关起来 去限制那个人的自由去惩罚别人 那你最好就是完全跟着那个法律 如果你自己再加一些个人的愤怒 或者你自己的道德管那样子 然后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去监督你的时候 那就很危险了 会搞出人命啊 这样子就是不对啦 不过就好像影片里面讲的 IPCC成立之后我们的监督机制 在监察警察这方面其实是倒退了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放弃投诉的权力啦 我觉得如果你遇到一些不对的事情 我们还是可以去投诉一下 就算他最后可能执行力道不是很强 但这些被投诉过的警察 可能他们也会有一种有人在看的感觉啦 不会那么的猖狂 还是要谢谢那些认真工作的青年的警察啦 就这样啦 再见